。 同樣的再來講實修 我個人是實修的 我個人是實修的 當然佛理方面來講起來 我自己很认真的去探讨去研究 但是我是属于实验派 实验派 我讲过这个理论派 是在教室里面 教教室里面 这个老师讲学生做笔记 这是理论 但是事法实修部分 是实验室的 你知道理论以后 你要去实验 那么我自己 知道理论了 那我也去实验 所以我确实 卢师尊 确实是自己本身 去走过这一条路的 你像修这个本尊 那么我确实是 每一日都修 每一日都修 也就是说 我按照这个本尊的仪轨 这样子一遍一遍的修法 不是空口讲的 不是讲说 我教大家修行 那么自己不修 这个就本身来讲起来也是不对的 那么我教大家修行 也就是自己本身也要实际上去力行 实际上本身去做 这个就是实修 那么我修气脉明典 大家就也是一样 大家也是跟着我修气脉明典 我也教大家如何修这个宝瓶气 那我知道宝瓶气的口诀啊 是上提下压 把这个气提起来 成为一个下面的宝瓶盖子 上压呢 把气吸进来往下压 又成为一个宝瓶 两个宝瓶盖合起来 就是一个宝瓶 那我也实际上去做 宝瓶气我也实修 那么你这个气足来以后 你修这个着佛 我也是实修着佛的 实修着佛 把着佛点燃 要观想明啊 要观想空啊 要观想热啊 要观想光啊 你都要 那个着佛如何生如何印 都是实际上去实验的 不是知道理论而已 你着佛修成了 气也修成了 你要懂得通慢 懂得开五轮 那你这个气跟佛 本身在硬行脉当中啊 你产生一种热受 这一种热受啊 这一种大热啊 不是事实凡夫 能够体会的 所以一般讲起来 你修成了以后呢 你就证明到了 这个异界天是什么样 然后由这里啊 由这个通脉当中 产生静光 开发五轮啊 产生静光 那产生静光以后啊 你这个可以看得到 明点 你可以见得到 静光的明点 就产生出来了 这也不是随口收缩的 所以一般人讲起来啊 哇 这一次我去参加法会 华喜充满 我已经得到法位 但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去参加这个法会的时候 没有华喜 连法位都没有 这是你一种虚幻的感觉 但是你密教实修的人啊 你真正的热瘦 那种法位啊 你是切实的一种体会 切实的一个 很真实的一种体会 绝对不是虚假的 不是虚幻的 简单讲呢 这个内法里面呢 有着佛法 有着佛法 有无漏法 有明点法 讲一个明点法就好了 明点法如何应行 明点法的基础呢 是无漏 那无漏也不是随口讲讲的 你必须要有自己本身的亲自啊 本身去体验 去实验 去证明 这个不能打妄语的 这不是妄语的 你说哎我已经证明无漏了 这是嘴巴讲的 口头讲的 但事实上啊 你是天天在漏 那这个就是妄语啊 这个不能称为一个 一个那个好像是说 在五戒里面来讲起来 你已经得到妄语戒 你说我已经修正无漏了 好你这句话讲出来 你修正无漏 那事实上呢 不是这样子 那已经犯了五戒 今天你修正无漏的人啊 你必须要拿出事实来证明 这是你实修本身得到的结晶 得到的成果 你必须要有证明的 有证业的 所以实修才能够有证业 你假如是靠理论的 那没有用的 那我们修无漏法 修转为明典法 你无漏法怎么修呢 那是一个很秘密的口诀 很秘密的 师父以前传下来的口诀 你得到以后 你才能够应用 你的本身的这一种提法 你才能够应用 有观详啊 有咒语啊 有种种的金刚钳啊 去配合的 这个一定要实际上去证验的 并不是佛学理论啊 我说佛学理论啊 一般得到博士的 几乎都有病 因为大藏经太多了 他读到来已经远花了 读到来已经远花了 再来呢 至少啊 他这个已经读到来 研究到来 已经气息啊 气都很息啊 身体非常细肉 这样子 都差不多了啦 都已经都差不多了 你叫他实修 我这一次没办法实修 我这一次 这一次研究佛理 就是这样子 他研究佛理就是这样子 那你必须要 必须要你实际上去证明佛理嘛 这个实修 所以密教啊 是实践佛理的教派 不是光在那边研究啊 他文章写得好 文章写得很好 佛理啊 真的是很金康 身体是弱得要死 真的又是慧炎 又是肝炎 又是胃炎 又是肠炎 又是肾炎 又是脑部发炎 什么炎都有 他活理金康 没有错啊 理论上的 你实际上的气脉点啊 你身体有没有修好 你能不能证明啊 你自己本身的精神 跟宜宙的这个天人合一 你身体的气 有没有办法 跟宜宙的这个光明 法流互相融合 你能不能金刚不坏 密教是讲金刚不坏的 气一定要足 卖一定要通 明点一定要运转 要看到自己的明点进光 融入宇宙之间的大光明里面 这个一定要是实修的 所以我们生活宗派是实修的宗派 生活密法是实修的密法 不是光光讲佛里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反应会不会有一定的 对 ministry 神情